哎呦大儿子哟 一会儿啊妈妈给吃肉肉 哎呦 丁董 来了来了 宝贝啊自己玩会儿去啊 妈妈开门去 呀他哥来了快进来进 弟妹啊咋的了 俺家狗是不是出事了 狗没出事啊我有事 你要啊 啥事啊 哎你坐着说坐着说 这不我老公呀 马上 马上就要下班了 我呀就想让你来我家坐一会儿 让他看看 看啥呀 就是等他一会儿回来了 你呢就对我 语气亲热点 眼神勾人点 动作暧昧点 你是让我死的快一点啊 那个 弟妹啊 再有话好好说 你啥意思 我有点心没底呢 哎这么跟你说吧 我老公他呀 每天一下班 刚到家 还没做乐乎呢 就往外跑 天天就这打那麻将 老板我一人哥家里待着 你那意思是让我补缺呗 谁让你补缺啊 他让那狗补缺 这不把你家狗给借来了 这不挺好的吗 他陪你我回来 哎 我不想让狗陪我 让我陪啊 我也不想让你陪我 你瞅瞅 不让狗陪还不让我陪 你到底干啥啊 你要我 你看你老瞎搅和 你坐在这儿听我说啊 啊 你就这说明白 是这样 我老公他呀 不老打麻将吗 就把我一人放家里 让一只狗来陪我 你想想 作为一个女人 我心里能好受吗 对对 所以 我就想让你向咱家来 假借 看狗为名 假装对我 居心叩咐 图谋不轨 这样就来了 作为一个 振有欲强力的男人 他一定就会 醋海声波 渡火中烧 然后他就 慕从心头起 恶向胆变声 啪啪 没错 我还是走 不不不 那个 也没这么严重 反正 反正只要咱这么做了 他就一定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从而心革面 重新做人 再不玩那麻将了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你那意思是 那个 让他戒赌 完了 智慧明杰 对不对 这不都假的吗 一般这 这事 就是都说是假的 没人信 那个 不行 这事绝对不行 你知道哥为啥欺骗狗不 就因为狗身上 有一种特性 忠诚 你说这事我要同意了 不背叛兄弟了吗 没了没了 我在爱人笑 我放不上了 不能 有我呢 我怕有你 就没我了 大哥 你就忍心看着他 天天围着那麻将桌 亲手端送这美好的生活吗 我求求你了 你就同情同情我 可怜可怜我吧 你就当同情同情那小狗了 行不行 不行 这这这这真不行 这个 不是你 你别哭 行 好 一会儿啊 等他回来了 你就配合我 把这戏演好 好不好 就是让我配合你呗 咱说好了 只是配合 哥哥没啥经验的 我也不是行家呀 你就坐这 一会儿等他回来了 干净的 行 别紧张 不紧张 我就是 回来了 回来准备准备 我回来了啊 今天回来挺早啊 兄弟回来了 大哥 在这呢 干啥来了 干啥来了 是呢 我干啥来了呢 我干啥来了呢 大哥 过来教教我 宠物饲养的 教学课程 对 大哥就是 心系啊 这养个狗 都能养出文化来 你说是不是 是 大哥 就肯买财 对 就肯买的 对了大哥 这下今儿你来了 一直没当中 好好谢谢你 你说 那个老刘 天天三缺一 我一走 你弟妹就闹醒 老吵着 哎呀 明儿赔了 多亏你给那狗了 你弟妹老歇了 天天抱着狗不撒手 哎哎哎 晚上睡觉 摟狗 不摟我了 是 是吗 必须的 这狗啊 不就代表大哥了 一片心吗 啊 那个兄弟 你一会儿还要玩麻将去吧 应该呢 那还得打呢 那还得打呢 那还得打 那太好了 你赶紧去吧 啊 那打麻将呢 我得先吃口饭去 你坐没 没没没 家里什么都没有 你外边吃一口去吧 啊 那你我干啥 我这不怕耽误你 正事儿吗 打我一进屋的时候 我咋就觉得这气氛 这么怪呢 怪吗 不怪吗 啊 往常呀 他来 你都不在家 你没习惯 是不是呀 啊对 你冷不定一出现 我还不打会玩了 你不pp 我还不打煮